你该当就当啊 你的学习成绩没有达到 就当啊 当期啊 那有什么 没有什么啊 我觉得做法非常好啊 你不要以后都说 军校出来都不会读书 对不对 他当期我非常能接受 非常能接受 因为我自己不是军校生 那在我同阶 或者是同样的单位的人 我看到那些军校上真的 有些人学识真的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那就是你以前军校都在放水嘛 甚至我曾经在小关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上位政战官 是有一点智能不足耶 智能不足耶 可怕啊 所以你说我们这些军官 要不要完成他的学识相关做法 一定要嘛 你不要再放水了嘛 该当就当嘛 对啊 该当就当了 有什么关系 虽然说你一次放掉200多个人 会造成以后军官 任官的困扰 那真的会 因为我们现在军校的招生 都是五年计划 就是今年要入学的 是2028年国军要用的人才 我们都是五年计划 所以你说你一次放200个人 对于以后国军五年后有没有影响 会有影响啊 会有影响 那会有影响你要怎么做准备 你就会发现那个年班等人特别烂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那个年班少了200多个人 那这200个人要去哪里补 要去哪里补 一个方法是那一年班的任官比就很低 那个年班的军官特别少 因为少了200多个人 第二个就是那个年班会发现大量的ROTC 或者是专业军官班 会让那一个年班水准整个稍微降低 我们不是说ROTC或者是专业军官班 他们一定不好 当然也是有好的 当然也是有好的 只是说按照军事院校学生 跟ROTC或者是专业军官班来比较的话 军事院校毕业的学生 还是他有他的优势 不管是动作口令对实务工作的了解 绝对会比ROTC或者是专业军官班 来得好像许多了 所以如果你一次荡期200多个 真的会造成那一个年班的困扰 真的会造成那一个年班的困扰 所以呢 那你说这个什么立委是不是 立委是不是 立委让他们重考 我是不认同 我觉得该荡期就荡期 对啊 因为你荡期没有关系 你不要退学就好 为什么 我刚才讲的 如果这个年班 他真的就是 人数比较少了200个 那请问他隔一个年班 多200个有没有关系 其实不是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必须提早占三位缺 就会让113年班的人 很快去占三位缺 为什么 因为他要控除所有的空缺给114年班的人 所以他会很快直接站上位去 我不知道这样对于113年班好不好 但是他没有办法 你没有缺 你叫我114年班怎么办 我114年班多了200个人 多了200个军官 你叫他们怎么办 不然就是另外一个配套措施就是 113年班他专业军官班跟ROTC招收特别多 然后114年班因为多了200个军官 所以ROTC跟专业军官班人数减少 这个是唯一的变通方法 这是唯一的变通方法 那如果以我的想法就是档期 没什么话好说 档期 这是档期啊 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都已经考试不通过了 你都不在乎考试的档期刚好而已 档期刚好而已 没有什么不好 我非常赞同档期 我这个人就是 你没有达到标准 你就是退学了 就像我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过的 就是我之前受训的班队的学员 有一个人跟我们的校长 是同一个单位的 之前同一个单位共赐过 那他在我们召开的踢平会议当中 是要被踢平的 第一次的会议是踢掉他 他就是退学 结果校长竟然叫我们把踢平会议重开 重开 我就很不认同 那你把我们这些委员当个什么屁 那你干脆不要踢平会议 你校长决定就好了 你不用叫我们背书 所以当天 当天那个承办人 也是真的很为校长着想 把我们当天 同意踢平的人 找一个时间点 刚好有人要去站上 刚好有人教官要去上课 刚好有人休假 刚好剩下我几个在 结果被推翻了 结果呢 这个人没有被踢掉 然后没有被踢掉了 回去部队以后 竟然造成了人家说 这样子也可以从正规班结训 本职学的那么差 连准则都不会背 你看看 你说这个人该不该被踢掉 你没有到达那个成绩 你就是踢掉就对了 不然回去 也是让你自己丢脸而已 准则都背不起来啊 一个去完 这个这么高班队 正规班班队的人 结果准则不会背 不如踢掉 对不对 就像我上次讲的 实军团一个上位情报班 11级了 还来正规班 我那时候也跟他讲的 不好意思 真的你两次提皮 必须要退学 他也是非常不能接受啊 那请问 他在背诵能力 就已经很差了 今天如果回去部队 人家问他什么 他不会 人家不觉得 你从正规班结训 他会觉得你这个学校很烂 这种人也让他结训 所以对于中生育校 我觉得踢掉档旗 刚好而已啊 谁叫你的 学习成绩没有到标准 你不要怪人家 你要怪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 成绩不到 那成绩不到 到期刚好而已啊 没有什么啊 只是说 一次200多个人啊 可能会对那一个 班 年班啊 会有一点影响 这倒是真的 不过我不认同 让他们补跑 我不认同 该踢就踢啊 你现在 在正要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不好好学习 然后呢 到自己成绩不合格 你才 求爷爷 告奶奶 就像我以前在当 队长的时候 我那时候接了一个军官的 军士官的专长班队 也是一样啊 有一个士官在受训的过程当中 就平平顺顺的受训 七周的讯情 结果呢 这段考应该说 七周 你关心过他吗 你都没有关心他 你从来不能打电话过 这个上市 你学习状况如何啊 你都没有打电话 只要不合格 就打电话给我队长 那你觉得我会理你吗 你曾经关心过你的上市吗 都不曾关心 那你觉得我会理你吗 当然按照我的选择 这个成绩也不关我的事 只是说 你这个人让我看不起你 你都不关心人家 每个礼拜也不打电话 来实施这个相关的约谈 到最后成绩不合格 你才打电话给我 说帮我处理一下 谁理你啊 去死吧 是不是 所以你说这个成绩 他们自己要负责啊 你学习的过程当中 别人可以合格 为什么你不合格 那你几点岁 你有没有在看书 所以 我觉得要荡旗 我觉得是要荡旗 那国军荡旗的状况 也不是太少啦 几乎每个年半都有人荡旗 只是说 这个数量是稍微多一点点 我是觉得有点奇怪 为什么会那么多 是因为他们这一个旗 在实施期末考的时候 刚好都参加很多活动吗 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觉得200个人荡旗 是有点夸张 不过我支持荡旗 我非常支持荡旗 荡旗的这个座位 我非常支持 该荡旗就荡嘛 对啊 这没有什么 对啊 该荡就荡了 中正玉校的这个 我把它做成一个短片好了 这是一小时五十分 还是打棒球好 军人不会带人 你说球队是不是 球队 ض正玉校的这种 记得